诸葛亮未退司马仪设摆了空城地 自己孤身一个人 高坐成头 是焚香弹琴 一切子就把这位平西大都督司马仪给站住了 司马仪亲自统帅大军兵临城下 剑至豪边 开始几次叹道向他禀报 司马仪都不相信 说什么 西城四门打开 诸葛亮坐在城堂上弹琴 哪有这种事 等他身名其境这么一看 果然如此 司马仪愣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仔细听了听 诸葛亮的这琴音琴声 他听这琴音是不是发虚 琴声是不是有账 如果你内心空虚 心虚胆跳 你弹出来那琴啊 那音色没不了 准得是颤颤唤卑矢唾唾哃的 司马仪啊 不仅是殊读病树 金铜兵仗 琴琴说话呀 全通全辉 今儿他侧儿子熙 这么一听 诸葛亮这琴音 音色如此之优扬 看你这琴缠着美啊 哎呀呀 司马一愣了 就在这时啊 扫街道的那些老君 从司马一招手呢 嘿司马都督 您快醒进来啦 您看您大了远的来的 到这儿一定很累了 我们丞相说了 要在帅府里置烂酒席 让您痛饮几杯 快来快来 您把这战马交给我吧 您赶快进城 啊 司马一听这怎么回事啊 这道理让的呢 旁边他的儿子司马昭 往前一带坐骑 父亲 您这什么 人马已经杀至西城之下 眼看就要生秦恐明了 诸葛亮孤零零一个人 带着两个小秦童在鼻楼那儿坐着呢 这不束手就擒了吗 父亲 您还不赶快传令杀进西城 还等什么呀 街亭一站打得那么漂亮 人马来到西城 又拓手得了这座城池 还升勤了丞相诸葛亮 哎呀呀 事情创建了一件奇功啊 怎么往里上了 司马昭说的那盒怎么一招手 你再看 几百元战将 哇 被刀枪全都挤起来了 马上这就有撒开坐骑 马踏西城了 哎呦这紧张 那些扫街的老军这么一瞧 啊 司马一真要进城啊 我说 赶快回头再瞧瞧 瞧瞧咱城里那神兵吧 哎呦 哪有神兵啊 城里边是空荡荡 鸦雀无声啊 我说丞相哦 您就是这是要怎么着呀 这些老军呢 不约而同都抬起头来 看城楼上的丞相诸葛亮 他们以为 这时候诸葛亮啊 甭问眼也下直了 脸也下白了 大概把秦也扔了 老军们这么一看呢 嘿嘿 丞相坐的那是微然不动 稳如泰山 面色不改 那秦谈的呀 真是如醉如痴 结果是诚心实意 要会会司马仪 这位知音 这时候司马仪 守恩安桥 大瞪着两眼 也往城里边撒嘛呢 他心想 这座西城 是空城啊 是空城啊 还是石城啊 如果要说是空城的话 他绝不敢四门打开啊 要说是石城 石城在城里怎么这么静啊 静得都吓人 感情对环境特别悠静啊 也让人善良啊 司马仪心想 这哪是一座城池啊 静得就像几百年 没人走过的空谷一样 我打了大半辈子的仗 甭管是有埋伏也罢 没埋伏也罢 可也不能这么平静 哼哼 冲得再静静啊 这里边一定有鬼 司马仪正想着呢 冲军一声喊杀 我就吓了一跳 什么 杀 哎呀 杀不得 他们手里领旗怎么一摆 吩咐一声 立刻讲后军改为前军 前军改为后军 撤 啊 司马昭啊 急得差点 有马上摔下去啊 撤 哎呀 这怎么办呢 令下如山倒就得撤啊 哎呦 甭管是十五万兵还是三十万兵 你等往前一开的时候 凶啰咎咎咽咽咽咽咽咽 感情忘回这一撤啊 也够惨的 前面都全明白了怎么回事 后边的那后续队伍正在往上续着呢 走着走着 什么什么 往回撤 走在这儿快撤 这下就有点乱 司马昭啊 急得在灯中一个地儿的跺脚 哎呀呀 这催马赶上来 一把拉住他父亲司马昭的袍袖夫君 我看这西城是一座空城啊 钟格亮大概束手无策了 他故作沉着在那儿谈情 父亲合不下令 人马杀进西城 申请钟格亮 你怎么会往前撤啊 哎呦 司马昭是连连摆手 哎呀 你哪里消灯哟 钟格亮 他这一生非常谨慎 是从不弄险呢 危险的事 他一点都不干 你不看看呢 那哪是空城 其中必定有战 这座城池内肯定有埋伏 如果我等杀军成功 证证诸葛亮的轨迹啊 哎呀父亲 还有我已经两次来到西城了 第一次我亲自来打探的 它就是一座空城 最后我随您又到这儿来 我看得清清楚楚城里头 除去城门口那些个扫街的人 再没有什么冰马了 咱应该杀进去 你哪里晓得钟格亮的神机 没有算 这座西城 空城也罢 石城也罢 为父已经打定了队 无论如何 我也不进去呀 赶快 兵走五宫山抄小路 回奔街平 司马依这兵就败下去了 等司马依大兵撤了 城门口扫街的那些老军啊 常常出了一口气 我的妈呀 司马依可走了 简直的 吓死活人呐 这是多悬啊 城楼上的诸格亮 也轻轻的舒了一口气呀 诸格亮也很紧张 当然紧张 分付秦童来呀 将秦收了起来 下得程序 送回帅府 诸格丞相回来了 来到帅府门前一看 哦 嗯 自己安排的不错 这些大臣们真听话呀 府门紧闭 根本没敢出来 什么叫街头走动 交头接耳 谁敢呢 不过现在里边有人 已经知道了说司马依兵退了 咱们得出去看看去 有这么几位炸着胆子过来 把那大门直扭扭扭扭扭拉开了 刚望外这么一探头 哎呦 丞相回来了 丞相回来了 快快快把门开开 赫乡众心捧月一样 把诸格亮给簇拥进了帅府 诸格亮秉证归坐 有点赶快过来献查 也有给砸手筋的 干嘛呀 请丞相擦擦脸吧 丞相也受了惊了 把我们呀 也都吓得转了 到现在呀 刚有点明白过味儿的 太悬了 丞相 司马依听懂大兵十五万 杀至咱西城的城边 他怎么没往城里杀呢 怎么您就用这琴弹上一曲 司马依就把人马撤了 这些人都糊涂了 诸格亮听这一问 是哈哈大笑啊 列宫有所不知啊 司马依知我平生谨慎 从不露显 所以我才摆下这座空城记 击退了司马依啊 别的是什么办法也不好使了 列宫不是提醒过我吗 咱们赶快跑吧 大家想一想 咱们来了五千多人 是一半人搬运粮草 身边仅剩下两千多军校 这要跑的话 人家司马依大兵追上来 立刻咱们就得束手遭擒 咱们要打吧 现在所有的武将 全都派出去了 怎么跟着打呀 要守这个城根本守不住 弹丸之地的西城 想去司马十五万大兵 那根本不可能啊 所以说是战不能战 退不能退 守不能守 迫不得已 才用了空城仪计 立功 一般的空城仪 也不能喝走了司马依啊 就是说你稍微有这么一点大义之处 就能被司马依给看破 我才传令 让灭火稀吹 连饭都不做 就是说连一里吹烟 司马依都看不着 卷旗旗旗旗 那是当然了 我让这西城尽得出奇 所以才告诉老君 以及列宫 都不要在街头走动 更不要焦头截耳 和大声喧哗 这是为什么呢 就怕让司马依看出 蛛丝马迹 一点点的破绽 只要让他发现一点破绽 这空城仪就白白了 司马仲达虽等贤之辈 一般的计策 你也骗不了他 只有在这特定的情景之下 我也是被逼无奈 才使用了空城之计 被语 总官这么一听 江口称赞 丞相神机 是神鬼莫测呀 全都兵服了 诸葛亮白手笑了笑 哎呀列宫 不必如此夸奖 今天如果说 司马依要是换了我 我是绝不退兵 我非杀进城来不可 你看看 这司马依和诸葛亮啊 二位相互都很了解 这可用的那句话了 知己知彼是百战不殆 这两位军事家都互相知心啊 怎么见得呢 您看 司马依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他刚一复职当上平西大都督 他亲口说的 他说要我是诸葛亮 我一定兵进紫武谷 那早就占据长安了 现在诸葛亮为什么 人哪没走紫武谷呢 因为这个人呢他太小心了 他并不是没有这个谋 他太谨慎了 所以诸葛亮一生不弄险 这是司马依对诸葛亮的印象 还非常深刻的 他知道诸葛成像 从不冒险 听诸葛亮又说了 在西城前要是我领十五万大军来 我跟司马依换个个 我非杀进城来不可 为什么司马依没往城里杀呢 就说明啊 司马侦达运兵啊 他比我还谨慎 还小心 这就叫知己知彼啊 今天诸葛亮在西城这一计 仅就这一点说 他的这个旗啊 就高过司马依一招 之所以空城记能够成功 虽然诸葛亮在那样历史条件下 那种特殊的情景 没办法了 逼出这么个空城记来 但是呢 还取了上风了 这个原因就在于孔明啊 要不是平日那种小心谨慎 他也不能在西城这核弄险 冒了这么大的风险 这胆子可是够大的 城里两千来人 要对付人家司马依十五万大兵 要没有平素的谨慎 诸葛亮也就没有今天这一时的大胆 司马依的所以没进城呢 他也想啊 诸葛亮一生谨慎小心啊 他绝不敢以空城对我十五万大兵 诸葛亮的胆量再大也做不出这种事了 所以司马依才说 对他的儿子司马昭说 甭管是空城还是石城 说死了我也不进西城啊 这西城一战啊 是三国时期两位军事家 以此智慧的角柱 诸葛亮今天都把他说破了 董文官啊 个个是点头称赞 诸葛亮传令 让西城所有的军校和黎民百姓赶快收拾收拾 马上撤离西城 回汉中啊 司马依你别看现在撤了 他还得回来 司马依撤退啊 他一定盯走武宫山想回街亭 我在那安排下关心张包两元小将 为了惊扰曹魏之君 也得把司马依给吓一大跳 腾出这宫子 咱们就撤下去了 梁曹也都搬走了 这算心里头踏实一点了 这时啊 由南安安定天水撤起来的军民也到了 西城的军民也撤了 果不出丞相诸葛亮所料 司马依果然兵走武宫山 他要把人马撤回街亭啊 这一路上啊 也要杀司马依司马师司马昭啊 谁都没说话 各自想各自心事 司马依啊 只有一个想法 你就是把天说的滴溜溜给我转仨圈 我也不能上诸葛亮的当 中诸葛亮的计啊 这算很外星嘛 我没杀进西城去 不管怎么说 我把人马捣住了 先回街亭啊 歇口气再说吧 他的人马刚到武宫山这儿 突然刀牢一声炮响 金谷大作喊杀震天 只见新属议员大将 黑盔黑甲造俄袍 跨下五中马手里都提着张八十毛 大吼一声 张包将军在此 再一看漫山遍也都是西俗军校 哈哈 斯马一看了看司马昭 怎么样 孩子你看见了吧 杜葛亮果然有埋伏 司马昭心说这埋伏都设在哪儿来了 他这儿有埋伏 西城是空的 不要啰嗦了 赶快逃吧 也不想跟张包打了 曹卫军啊 呵 弃甲抛枪啊 甲也脱了 刀也扔了 让张包杀得大败 张包也没敢追 为什么呢 因为丞相交令的时候说的明白 你们呢 作为遗军 能把曹卫军吓跑了 你们就算取胜了 因为他就带着三千来人 追了什么劲儿 光在这儿 尤其大喊就行了 司马一败不断了呢 又听炮响 观星杀出来了 哎呀呀 司马一倒吸口冷气啊 诸葛亮在这儿受了多少埋伏 嗨嗨 我不管他受了多少埋伏 现在司马一无心恋战了 他恨不得一路就退回街址 观星张包两人小将 也不拼命追杀 因为丞相传令的时候说的很清楚 你们呀 作为遗兵 只要能把曹卫军吓退 你们这一战就算成功了 所以这两类小将 带领着军马就围着这山头这儿 嚷嚷 这几千人要是一块海 年秋古代放炮 那也够瘆人的呀 司马一不想跟这儿多停留了 他呀加紧赶路 带着人马退回街址去 观星张包一条行啊 咱们总算是把大队人马给掩护退了 现在司马一已经走了 咱啊赶快追丞相去吧 观星张包 集合军孝 随后追赶诸葛亮丞相 他们刚退下去不远 哼 曹卫军又杀上来了 这这人马是哪来的呀 这就是那曹真的人马 他听这郭怀说了 说司马一呀告诉您了 只要是诸葛亮退兵回汉州 让您就带领人马从后边掩杀 郭怀怎么去到街址 如何没取下那烈柳城呢 曹真都知道了 既然司马一有令 现在诸葛亮兵退了 那我就追吧 他派陈造为先生 由后边是加紧追赶 这曹真不知道 你别看丞相诸葛亮走了 观星张包退下去了 人家在路途上还顺着埋伏呢 诸葛亮安排的那是真周密 还有一拨人马呢 谁呀 江维和马带 一位秸葛亮的撤兵 他不是一路 可以说是分身后撤呀 就是从多路一块撤回汉州 江维和马带 是负责保护诸葛亮的 也就是说是保护诸葛亮的 城乡这一撤 这二位也该活动了 刚要起兵 曹真追上来 马带一看 咱得低档一阵 江维马带就挡住了曹真的这仙宗元陈造 只一个回合 马带就把这陈造给斩了 这下可怕曹真吓坏 哎呦 他心想司马都督您不对 路途亮安排的这么周密 您怎么让我在后边眼杀呀 这不叫我白孙子吗 把曹真吓着 带领着人马二话没说退回没成 四门紧闭 他再也不出来了 江维马带二将杀退了曹真 赶快带领着人马 追赶诸葛城下 诸葛亮安排的可谓周到 这马带江维不算是阻断后 阻断后还有一少人马呢 能谁来率领的呀 赵云和邓芝 这二位就埋伏在几股这儿 等到西蜀军撤的全都差不多了 这时候赵云将军才接到丞相一令 说子龙您可以撤了 赵云接令之后 跟邓芝商量 咱们撤兵啊 不能突然就这么撤走 防备曹魏军从后边追上 等着一天 子龙将军 您有什么妙计 您就安排吧 我看这样吧 等着将军你呀 先走 打着我的旗号 你往下撤 我在这埋伏着 如果追兵来了 我自有退敌之策 等着当时点头答应 等着啊 是从心眼里 敬佩赵云将军 只有赵云这原将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 智庸双全的大将 你甭说别的 就说让自己打着赵云的旗号往下撤 等着就明白了 赵云将军这是两个意思 第一呀 让自己打着赵云的大道旗 这是为了迷惑敌军 第二呢 赵云将军 唯恐这只人哪往下一撤 有什么失散 是让自己安全的先走 那么最后一个 赵云才能往下撤 按现在话来说 就是把一切方便 让给自己的战友 把所有的困难和危险 都留给他自己了 怎么能不叫人家钦佩 等着将军刚走 曹卫军果然尊厚地杀上来了 这是哪儿的人马呀 是曹真身边的那位副都的郭怀 郭怀呀 他奔鸡骨这个杀来了 这个人呢 他总想啊 找点撬事 就是找点小便宜 诶 诸葛亮你不撤了吗 你能撤得那么干净那么利索吗 我随后啊 眼杀你这 如果说 要能捉住些西蜀军 那更好了 要是捉不住呢 我也不需此行啦 管他什么锣骨帐篷刀毛器械的 甚至粮草 我也得得点满 郭怀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从鸡骨杀过来 杀在这儿的时候 他派他先封官苏英 你在前面杀 我在后边接应你 苏英接应刚要走 诶 等等 苏英将军 苏都督 您还有什么吩咐 我可得提醒你一句 有话请讲吧 西蜀军中有缘 大将你知不知道 苏英是哪个人不知道 西蜀军大将不少 那最厉害的 就得说是赵云赵子龙 你可千万提防他 苏英笑 他心想赵云这时候 肯定跟着诸葛亮 已经回到汉中了 那样的大将啊 他一时一刻也离不了啊 哪能在这儿 我得啊 吹两句大的让他听听 您放心啊 我要见着赵云 总把他深情活拿 回来交令 说完了苏英带领的五千精兵 就追下来 这么追着呢 全部有人来到 说骑兵先封官 前面有一哨西蜀人马 可曾看清其后 看清了 什么人的军啊 赵云 好 苏英这头我摸一下 当时眼前就黑了 赵云在这儿呢 我的老蒼天 我怎么碰上他了 再过来看 他催拿跑的军前 举如正一看 果然远处有一杆 大道旗随风 听来 当中一个陡大的赵子 是赵云 别过去了 吓得这位苏先锋 站那儿了 其实啊 那不是赵云 是邓之日 打的是赵云的大道旗 哎呀 苏英想了想 我追不追 追什么时候我就得死 我不追 不追 我领着好几千云 站在这儿 看着人家西蜀赵云 往前撤了 这也太惨眼了 嗯 他眼中一断 来了主意了 干脆 我由西部那山头那儿绕过去 我走个岔道 也就是说 给您赵云将军闪神鹿 咱们两个人呢 对 哎呀 有这心 堆然 说些军校没明白 怎么放着这大道不追 怎么转着弯追 哪有画圈追敌军的 哎 兵卿将领 草厅中追就追吧 他们就跟这边绕下来 刚拐过山环里 对面 叨唠了 一声炮响 有一员 大剑 立马 横枪 挡住了苏英的去路 把苏英下了一哆嗦 啊 你是什么人 敢阻挡我的输入 在原将一听 趴右手踢圈 左手一推 海一些的荧人 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我乃 我乃 武将军 赵 武将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